科莫多巨蜥六口生吞一只猴 它们究竟有多厉害 老虎也甘拜下方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科莫多巨蜥这种动物 在2019年的时候 网络上突然就传出了一段视频 画面中的科莫多巨蜥正在捕食一只猴子 按理来说 灵长类动物的智商非常高 它们应该有着一定的反抗能力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科莫多巨蜥只用了六口就将其全部吞入了腹中 既然如此 那么科莫多巨蜥究竟拥有着怎样一种强大的能力呢 至今为止 科莫多巨蜥算是自然界中现存的体型最大的蜥蜴 由于体型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所以它们在七蜥地内凭借着自己强大的能力拥有了一席之地 并且科莫多巨蜥生吞猴子的行为并不罕见 也就是说它们的这种行为绝非偶然 在大多数时候 科莫多巨蜥都是比较喜欢独来独往的 只有进入繁殖期后才会与其他个体聚集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科莫多巨蜥的嗅觉十分强大 但其实它们并不是依靠鼻子判断味道 而是通过口中能够分叉的舌头 可以说是十分奇特 既然科莫多巨蜥拥有着如此强大的能力 那么当它们遇到百兽之王老虎的时候 又能否全身而退呢 事实上 老虎之所以能够获得百兽之王的称号 那必然是拥有着很强的攻击性 而科莫多巨蜥却不具备这项能力 它们能够发起攻击的部位只有自己的尾巴 所以仅凭这一点来看 它们是无法将老虎打败的 既然如此 老虎的时候只能够甘拜下风呢 老虎和科莫多巨蜥究竟谁的实力才能更胜一筹 科莫多巨蜥还有什么秘密武器吗 虽然从战斗力上来看 科莫多巨蜥确实比不上老虎 不过要知道的是 它们同样有着老虎没有的优势 它们的口中有着其他动物没有的毒素 能够让老虎很快丧失战斗能力 从而成为科莫多巨蜥的盘中餐 这样看来 科莫多巨蜥口中的毒素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既然如此 那么当它们遇到了同样作为爬行动物的鳄鱼 谁才能够笑到最后呢 鳄鱼作为名副其实的水中霸主 不仅拥有着一身坚硬的皮肤 同时还有着其他动物没有的毒门绝技 被人们称为死亡翻滚 也就是说 一旦被鳄鱼咬住 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并且鳄鱼的提醒比科莫多巨蜥大很多 这些优势足以让它们在战斗中大获全胜 然而让鳄鱼想不到的是 科莫多巨蜥口中的毒素杀伤力非常强 一旦不小心被巨蜥咬住 鳄鱼也就只能在原地等死了 更重要的是 科莫多巨蜥也是两栖动物 所以就算是在与鳄鱼的打斗中不慎落入水中 也不会有危险 这样看来 鳄鱼同样也不是它们的对手 既然如此 那么自然界中是否有着能够压制科莫多巨蜥的物种呢 在很早以前 有一种名为爪哇虎的生物 它们凭借着强大的实力 能够对科莫多巨蜥起到压制作用 只不过随着人们的捕杀以及对环境的破坏 爪哇虎已经随着环境的变化而灭绝了 既然科莫多巨蜥口中带有毒素 那么这些毒素究竟有多强 科莫多巨蜥在与其他动物的打斗中 并不会采用非常激进的手段获得胜能 而是在将对方咬伤之后 故意将其放走 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是他们心存善念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 过不了多久这些动物就会因为毒发身亡 而他们只需要静静地等待 再通过自己强大的嗅觉来判断猎物尸体的位置 就能够很好的饱餐一顿了 既然如此 那么科莫多口中的毒素 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科莫多巨蜥其实是以腐肉为食的 所以他们口中会滋生非常多的细菌 而这些细菌足以引发一些传染性疾病 给其他物种造成致命的伤害 可是在科莫多巨蜥交配的过程中 他们也会撕咬配偶的身体 为什么他们不会受到影响呢 有很多人认为 科莫多巨蜥其实是能够免疫同类的毒素的 然而根据专家的研究 却从中发现了真实原因 研究表明 在科莫多巨蜥的血液中 有些能够免疫各种毒素的强大物质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的血液成为了人类研究的重要课题 并且其中一部分已经被制成了抗生素 在医疗行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过受到了人类行为的影响 同时环境也遭到了破坏 在这种情况之下 科莫多巨蜥的数量越来越少 并逐渐走向了冰威 如果还不加以保护 那么灭绝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许浦文新争稿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